飛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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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碟 黃黃紫嬌 每天都新奇 都新奇 飛碟 吳子琪 接下來我們帶來第一首歌 回到故鄉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一个叫做台湾巴西瓦里巴西瓦里巴西瓦里的festival 它代表的是阿美族的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 台湾的东方也确实是孕育了很多原住民的族群 所以原住民族委员会就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巴西瓦里音乐创作培训营 让更多人被听见被看见 2018就开始了 邀请了许多的人才前辈去当导师 像阿鲍或是茶佬巴西瓦里 他就叫巴西瓦里 苏通达等等老师带领学员两个月密集的训练 交出成绩单 这是一张合集 他收录了2019巴西瓦里大赛的乐团比赛的录音作品 其中六组是学生 就是培训的 四组是对外征选来参加的 因此这张合集非常的华丽 这里面有很多的音乐人都是高手 甚至是被高手指点过的 其实最近有很多重量级的一些原住民的作品都推出了 像是胡德佛老师 或者是像这张 也是很值得推荐给各位的 5点11分 希望台风不要太烦 然后快要收假了哦 各位要收心哦 跳脱往部路 往往去去的道路 像是白不舍般 一样美丽的温路 引领着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 那几度就是彩虹的温路 你可生气的想要护抗整个部落 成长的血口 风光并没影响眼中 张开手 迎着我们继续走往下走 是被三大四春还是回家了 是不如口闻说 年轻人别一万振振的家 把你拉牙 不管日子过这某样 不要日子过在大树下 完了吗 完了吗 过去又去想起吗 再不勇敢我们就会失去巴黎拉牙 我藏在血口上 眺望着我的故乡 我拿起了木箱 溜接着一箱又一箱 我带着情分追忆 叙述了回忆 那些画面像是 琉璃般一样的美丽 是不是这种感觉 我也要吃的 在某些心里 它也要吃的 如果它尝尝不得 你一次也要吃了 如果你能吃到 你是想起来的 我们婶了 你要你回忆 You can Dise处理 要求你 我如何能吃的 你能吃天哪 吃天哪 吃天哪 小朋友翻雪後空 可老師不嫌玩了回到家室外乱著馬腿就跑出去玩 不是不聽話 只想單個冒雪玩 打赤腳在這一顆籃球 入木屏照打籃球 是的 他們所培訓出來的 或者說比賽出來的 也許未來搞不好哪一天就站上了金曲獎 那剛剛這首真的比較嚴肅一點 你前面還聽到了一些偽新聞的聲音 但也許好像就是真的新聞 我其實分辨不太出來的 再來一首好可愛喔 他的名字叫 寶利打 然後演唱的叫 寶利打 然後演唱的叫 寶利打 一首好可愛 每天七早八早醒來 就是走到冰箱啊啊啊 一定要喝得暴力大 每天七早八早醒來 或許搭配著過濃 一定要喝得暴力大 管他愛不愛你 管你生活如不如意 如果要忘掉一切憂愁 就個暴力大 管他愛不愛你 管你生活如不如意 如果要忘掉一切哀愁 就個暴力大 暴力大 讓明天更有力氣 就乾了吧 就喝了吧 暴力大 我需要陪著什麼 就乾了吧 就完了吧 講到原住民的專輯 最近有一張算是大片 就來自陳建年老師 過去你聽過他的海洋 他現在還是要給你海洋 早一天 我會在多播幾首他新專輯裡的歌曲 喔不是 剛剛這一聲出來還真的有點誤會 我好夢所有島嶼 我好夢所有島嶼 去主導悟住全部的殖民 歡迎朋友的到來 感謝悠遠的情意 请带着热情友善的心 感受到伤风光 好不扰心患道 共不上蜿蜒心凌分 享受海风浪漫的群伏 请听聪明鸟家的乐声 珍惜奉索罗大悟的相聚 写下你我共同美好的回忆 哦哦奉索罗大悟 哦哦奉索罗大悟 啊奉索罗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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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带着热情友善的心感受 在这种假日听这种歌就觉得神清气爽 不过这几天其实蛮忙的 因为台北时装周正在如火如荼 上周就开始了 呃依旧要花很多时间去看秀 然后鼓励一下我们台湾这么优秀的时装 创作者跟工作者 还有呢就是一个年度的大秀 年度的大秀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尽量不要聚众 所以呢10月16号你可以直接在线上 仿佛是海景第一排摇滚区 来看这场秀 这场秀呢 在总监陈振川团队的带领之下呢 这个川哥又出了很多idea 比如说把六个设计师分在六个不同的现场 六个走秀的嘉宾 六组模特儿 六个设计师品牌 再加上六个音乐人 因此呢你可能可以发现 我呢会在好秋 然后跟我一起走秀的有很多模特儿 在旁边表演的是Dekka Jones 然后呢可能会有王子 鬼鬼在其他的地方 最后呢我们会集结到一个 第六组的会场 然后谢幕 哇真的太精彩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锁定 台北时装周的粉丝专业 那16号晚上一定要记得来看秀 看我们的直播 然后听音乐 又可以看看台湾的时装多厉害 然后你又可以在家吹冷气 不怕下雨 呸呸呸呸 然后呢最重要的事情 记得把这些好讯息分享出去 哦又有好几天没有播黑胶了 因为最近太忙我也没什么时间听 我们来几个不同的西洋老团吧 首先是舞曲三人女子团体 Banana Rama B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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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里 西里 在这几天或许你已经看到我的PO文了 有很多不同品牌的秀都很精彩的 那刚刚讲到10月16号呢 呃 它是一个就是 因为它其实有系列活动 前几天也有一场 有不同的场馆 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主题 像前几天在101楼上的是 艺术跟设计师的结合 每一个提案的设计师都必须要结合一个创作艺术家 有的做陶的 有的做绘画的 有的是很年轻的 有的是北部的 有的是南部的这样 经过提案审核之后呢 才可以参与那个联合的秀 那16号呢 是有六个品牌 台湾品牌 然后六组的艺人来走秀 再加上六组的音乐人来表演 最后会集结在一起 也是很令人期待 那么如果说你看完秀之后 对这些品牌 包括我这几天PO的很有感 你都可以到 星光3月A11的2楼 上周我也去参与了这个开幕 在当时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应该上上周啦 就10月1号 因为它的活动期间很长 10月1号我跟王子去出席了这个开幕 在现场也有六个品牌 我也做了一个Vogue的代广的影片 帮大家简述一下 假设呢 你现在有预算 然后想买一点台湾的品牌 或许这个Select Shop也是一个选择 当然最近可能还有周年庆祭的活动 你可以参考一下 品牌有很多类型 有的是回收再制的这种时尚 有些是单宁回收 找一些需要工作的妇女朋友 来就业 来纺织 来编织 来创作 不是纺织编织了 就是来把它完成 还有很多是在世界各地留学 慢慢都回到台湾的年轻人 作品都在二楼的Select Shop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下 台北时尚周真的是越做越好 很感动 包括Vogue全球性的活动 Fashions Night Out 在整个大活动里面 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环 包括你所看到我最近的头像 其实就是这次时尚周拍的主视觉 我穿的是Storywear 就是我刚刚提到回收单宁布 或者在工厂里面找到的库存 尽量就做到零废气时尚 这些布料可以做成包包 做成衣服裤子 那天我看到了一个很棒的包包 叫屁股包 它把Levice的屁股呢 口袋呢 变成了包包的前面 结果它是非卖品 谢谢 无奈 但是那可能是设计师自己珍藏的 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现场看 或者是参考系列的活动 台北时尚周甚至串联了 东区许多的店家一起玩 其实蛮感动的 我现在发现很多的大雨伞 母鸡都在带着小鸭 小鸡 都在撑着所有周边的朋友 像UNIQLO的UT 也在台北的东区 因为他们名要店重新开幕嘛 上个礼拜 然后就串联了许多的店家 打造了在地的台北东区的 T恤 比如说 东区粉圆 太酷了 我们常买UT 买一些国外的Andy Warho 或是像最近的Jeff Coons 或者是 比如说Cose的Snoopy 什么联名款 拜托喔 现在还有台北东区的 一个UT的串联 我觉得好感动喔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到感到开心 就是说我们讲说大树能辟音嘛 但是你要愿意遮人家呀 你不要说不准在我们树下走开走开啊这样子 所以看到这些合作啊真的真的 你不分享不按个赞实在是不应该啊 欢迎大家有兴趣呢 多多的关注一下好玩的有趣的议题 那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一个使命感不断的去分享参与 然后把更多好的故事啊 分享给大家的 包括好的音乐 还有怀旧的bananarama 播一首哪够啊 换一张 再来 这首歌你一定听过 不过 他的编曲是经过了 辩奏 所以可能有点陌生啊 很好 的 还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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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回到又是2019 因為2019都還沒講完 11月24號下午2點29分 我在粉專PO了一個市集 這個市集其實是一個藝術團隊辦的 蠻有趣的 然後呢 當天我也認識了一些新的 新的攤主 那個市集其實真的蠻好玩的 它有算命啊 然後有印刷啦 因為你知道辦市集很多人都在辦 可是一個攤主啊 應該說一個老闆 他團隊喜歡什麼 就會帶來不同的攤主 那這家老闆 就是蠻特別的 就很有藝術 藝術感的一個團隊 所以他們的包括藝郎 藝郎前陣子搬家 就是一日美學 他們所 當然他們賣很多相分類的產品 在百合公司 可是私底下做這個 所謂的美學的投資是非常令人佩服的喔 嗯 那這個市集呢 我覺得它的氣氛很有趣 它有一些 陶藝品 然後像我自己很喜歡的火山販賣所 我記得那天我還買到的瑕疵品 不是他們故意的 是說瑕疵品比較便宜 我就說這個瑕疵品哪裡有瑕疵啊 他說這個地方有凹一塊喔 這邊有掉一塊 因為是陶瓷啊 有撞到 拜託喔 根本沒差 可是價錢就差很多喔 就可以多一個收藏品 開心 然後它有一個小密室喔 就可以去補掛 我記得好像是塔羅吧 忘記了 然後再來還有一些 老闆自己的古董啊 像那個很大的一個 table 那個 table 是玩某種球的 但那個球就不是桌球 也不是撞球 我說不出來那是什麼球 超級酷的一個 可能是歐洲的酒吧 勾渣喜尊在玩的遊戲 再來呢就是印刷 台灣有一個印刷單位呢 它就帶了一些什麼電解水啊 然後馬上梗如就在那裡畫阿如 然後立刻就印在你想印的 比如說鋼杯或者是湯匙 那個湯匙我到現在都還在用 全世界就一隻 它現畫現印的鋼 不鏽鋼的湯匙 我覺得很酷耶 我其實蠻想鼓勵阿如多印幾個的 因為那個如果拿來送朋友 或是來做周邊商品 應該很多人會很想收藏嘛 因為它比藝術品實用啊 就是你每天都可以看到阿如啊 跟你喝湯啊 或者是挖那個糯米糕來吃啊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很棒耶 但它就有點懶惰這樣 不是懶惰啦 它不太喜歡做重複的事情 很有個性 好anyway 那天就在那個地方 有一些小小的紀錄 下午2點29分的PO文 不過呢其實喔 那天我不是只去那裡啦 那天我不是只去那裡啦 當時我還去了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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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 呃 呃 這樣子叫路線啊 就是不是只有市集而已的 好 這接下來我們要來聽一首新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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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like this I'm gonna play play Sign me down me to be in love I feel this way to me WOW!! She's got it Yes baby she is shy She is shy I'm you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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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還要送禮物喔 來怪奇比利州 是本周黃紫礁飛碟舞子旗的活動 如果你是我們的粉絲的話 趕快到黃紫礁之飛碟舞子旗的粉絲專頁 按讚 然後要公開分享置頂文 就是抽獎相關的文章 然後還要在留言區回答 請問怪奇比利第二張全球珠穆的專輯 中文名稱叫什麼 六個字喔 就有機會得到復古留聲機造型的井掛風扇 歡迎大家熱烈的參與 接著我們就來聽 Happier Than Ever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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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were friends so i shut them all out for you cause i was a kid you ruined everything good always said you were misunderstood made all my moments your own just just leave me alone oh 我們再來聽一團好了 這一團是我自己過去很喜歡的 我記得是澳洲吧 一個澳洲的團體就是IN-ACCESS IN-ACCESS真的非常的難念 IN-ACCESS 那他們的這個老唱片呢 其實我也是這幾年陸陸續續才開始蒐集的這樣子 就是好像回到了青春期 中文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I can't take it all What you gonna do I'm gonna live my life So slide over here And give me a moment Your moves are so raw I've got to let you know I've got to let you know You are my kind I need you tonight Because I'm not sleeping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Girl It makes me sweat 刚刚讲到2019年的12月24号左右 其实那里真的几天还去了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北投的古物店 还有刚刚讲吕文老师的创作 有一些木雕蛮有意境的 尤其狗狗的姿态 非常的可waii 狗狗在地上大碗变之后 会摩擦他的肛门 另外同场还有陈彦儒的压克力创作 快乐人生鸟日子 画了很多色彩缤纷的压克力的鸟 是鸭子吗还是鸟 同时还看了童话摇篮 甄丽娟老师的作品 他有一些超厉害的软雕塑 就是把一些布做成了立体的雕塑填充物放在里面 这些都是当天的一些重要的行程 当然现在都已经结束了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想看这些展览的话 可以回头去看2019年11月24号 我在粉砖的po文 那天呢 这个还po了80几张图耶 哇 我看看有没有漏掉什么 现在回头看这些展览都 我那天还去了新北投车站 也参与了一个试集 还买了一个小扫把 应该是 也看到了一些用彩色玻璃做的文具 非常漂亮 但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没什么购物欲 所以我好像没买 然后呢 也有一些些盆栽 有些 老实讲 有些摊主 你这次碰到它 不代表你下次碰得到 所以有兴趣要把握一下 另外呢 还去了一家店叫许多肉 顾名思义嘛 它有很多 多肉植物 然后是一个咖啡厅 当时好像才刚开没多久 可是因为两年过去了 我也不知道这家店 是否安然无恙 比如说 当天还介绍了一个 Swallow燕子老家具 这家店呢 就已经搬家了 在今年搬到了大道城附近 不在北头了 所以真的 要去逛之前 一定要先打探一下 再来呢 就是我觉得很酷的家店 叫怪奇馆 怪奇馆当时呢 进了一大批的黑椒物 就蹲在那里 挑挑挑 但是一样 老规矩也不知道 它现在是否还在 在一个老的商办大楼里面 非常的Indie 非常的 劣奇这样子 再来还去了旧屋 旧屋呢 是在花博公园附近 是一个非常好的空间 它有咖啡 也有展览 然后也有些古物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非常有品味的一个地方 那我当时去看的展览 当然跟现在 你再去看的会不一样 不过我相信老板的品味 是不错的 除此之外呢 也去了大道城附近的你好 我好 一位日本人呢 爱台湾 所以在台湾呢 开了一家这样的选物店 真的是选了很多 或许你我都不知道的台湾好物 再来是又到了公馆的 Mengasic 它是一个地下的地下室的店 有很多的漫画文化 甚至可以在那里 找一个角落看漫画 然后很多独立的发行 很多的Zin 有很多的日系的台湾的作品 我当时也去看了一个展览 也很棒 同时在去的小巴郎 就是耿如第一次办展览的地方 看了一个作品展 这个小巴郎的owner 他非常的喜欢非洲文化 所以他也就是创作了许多 非洲艺品相关的艺术作品 然后他会跟许多艺术家交换作品 就是蛮好玩的 所以这个展是个连展 不过都是换来的 每一个艺术家会跟他换一个作品 他当时也摆了很多 他自己非洲的相关收藏艺品 再加上他换来的作品 蛮好的 因为耿如好像也跟他换了一张 我有点忘记了 反正 对 耿如也有一张 他的画像 再来又去了资本主义的门市 台湾的品牌 资本主义在当时还没有爆红 后来因为陈时中部长 背了施木云的大包包 我跟耿如也有一人一只 一大一小 我们自己买的 陈时中部长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后来也背了这个包包 也让这个品牌更受欢迎了 好 这是2019的11月24的黄紫礁路线 如果说你意犹未尽的话 就可以回头再去看一下 我当年的po文的这些图片 节目最后我们来听的是 余丁密的歌曲 要对青春释怀就来听 Sorry青春 唱这些图片 偷偷空空看看 悄悄说说散散 静静冷冷 慢慢变成灰白 淡了 睡了 偷了 你会 无悔 思念 难断碎 妞妞 怕怕 战战 苦苦 笑笑 坦荡 是否是非 是否撕择 手脚 Oh no 快快 你就踏进未来 醒了 Oh no 没了 你会 不会 思念 难算 我追 不会 是你 难道想念 是你 难道想念 我 订不 aa 我 通煞 虫大铁耳不安 混写 或深沉 深沉 奇异不再违望 游愿抵 cancers 只能央装陌生 像个偷懲怨人 只能辰事物里 都别紧着 岁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